五行汉字的课堂 五行学说的文化常识 来看看五行文化对中国文化和汉字产生的哪些重要影响 五行学说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般认为五行其实就是古人对于构成世界万物五种原始物质的看法 例如距今两千多年的国语就有 以土与金木水火杂译成万物的说法 意思是万物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 古埃及人关于世界构成有三元素说 古印度人也有类似的四元素说 但中国古代先哲不仅仅把金木水火土简单看成五种静态的原始物质 而是给世间万物赋予了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 并由此引申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的 五行中的形字是运行的意思 中国古人对于五行之间关系的认识 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囊括宇宙运行 四级变化 人体脏腑的复杂系统 从而生成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独特视角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 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是指五行之间既存在着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 这张图就生动的表现了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 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在前面的课程学习中 各位同学已经了解了钻木取火的故事 钻木取火便是木生火 木头被焚烧之后变成灰烬 灰就是土便是火生土 金属隐藏在石头里 有山必生石 所以土生金 也练金属化为液体 便是金生水 五行之间不仅有相生关系 也存在着隔位相克的关系 木刻土 土刻水 水刻火 火刻金 金刻木 比方说用金属铸造的斧子砍伐树木便是金刻木 树木的种子在土里生根发芽便是木刻土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填海造陆的工程 便是土刻水 汉语里还有冰来降挡水来土掩的说法 说的也是土刻水 水刻火相信每个同学都能举出例子来 那就是最常见的用水灭火 把金属放到火里断烧 金属就会融化 就是火刻金 五行之间相生相克 循环往复 深深不息 相生相克的思想 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还在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比如中医和养生文化 中国古人认为日月星辰是大宇宙 人体的五脏六腑是小宇宙 金木水火土与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不仅制约着大宇宙的运行规则 而且可以解释人体小宇宙各脏器之间的相生相克 中医五行认为人体的五脏 心 肝 脾 肺 肾 各个脏器之间和金木水火土也有对应关系 既存在着相互滋生 也有相互制约的关系 两千年来 中医应用五行学说来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 说明机体的病理变化 直到医学高度发达了今天 五行学说依然是中医用于诊断和治疗的思想基础 五行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和生命观 而且对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这里以中国五行的性命文化为例 看看五行与中国人名字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的名字都是有寓意的 寄托着每个父母的期望 而五行学说又是很多中国人给孩子起名时的重要参考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保证大明江山的千秋万代 就规定他的皇子皇孙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必须包含五行的偏旁 而且要遵循五行相生的关系 所以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朱棣 是木字边 而孙子的名字必须根据五行木生活的相生关系 所以朱棣的儿子就起名为朱高赤 属于高字辈 名字带有火字旁 以后的朱棣基 朱棋镇 朱建生 在起名字的时候都严格遵循着五行的相生关系 其实望子成龙 望女成分 不仅是皇亲国戚对于子女的期盼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健康 虔诚似锦 现在许多人在给孩子起名时 也会根据孩子的生成八字 推算孩子的命令 看看孩子是否阴阳协调五行均等 然后找出宝宝五行和命令的运输不足 在名字中 加上带这个运输偏旁的汉字 希望改善孩子的后天运势 我有两个朋友 一个叫瑞玲 另一个叫萧燃 其中灵中有雨和灵 在五行中分别从水从木 萧燃的萧有一个三点水从水 燃有一个火字底 所以就是从火 他们说 父母是根据他们的生成八字起的名字 各位同学要不要再给自己起汉语的名字时 也体验一下中国五行文化和姓名有机结合的奇妙感受呢 说完了五行和姓名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看五行和对联之间的关系 据说前欧皇帝曾经出过历史上很有名的上连 就是烟锁池塘柳 而当时的大臣纪晓兰也给出了精彩的下连 就是炮镇海城楼 相信聪明的同学已经看出来了 这幅对联其实包含了五行的要素 烟锁池塘柳中 每个字都跟五行有关 烟是火字旁 池是三点水 糖是土字旁 而柳则是木字旁 五个汉字分别包含了金木水火土五行 同样在纪晓兰的炮镇海城楼这个下连中 也包含了金木水火土五行 所以这样的一副对联是不是很巧妙呢 万物类像不出五行 五行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是中国的传统哲学 包含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它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 也是中国人天然合一思想的重要体现 同学们 听完了今天的课后 相信你们一定对五行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大自然中相生相克的关系也是无处不在 你能举一些生活中五行相生相克的例子吗 我们的留学生朋友都有中国名字 你的名字有什么寓意呢 和五行有关系吗 大家可以想一想 好 今天关于五行的文化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来讲完 有什么事呢 对我来讲完